着了着了着了 这个夏天 总要出去也一次吧 今天就去咱们梦中的小树林 作为一名爱养鱼的宠物作者 野外收藏 那也是咱们的强项呀 但是常规操作 你就不能拿出手来显摆了 就好比前段时间收养的这条收狗球球 只要我想跟他来个亲亲 这货跑得比狗熊还快 言归正习 咱们先来捡点枯树枝 跟干树叶 然后再找个大点的木板或者木块 玩户外 必须种点野鹿子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 今天就让大伙见识一下 什么是属于养鱼人的断木取火 走着 准备好咱们今天的树叶跟树枝 然后拿出咱们的第一件法宝 白糖 我想这是玩好户外 必备物品了 第二件法宝就是这个了 高木酸甲 作为一名合格的养鱼人 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鱼的外伤感染 简易 杀菌 都离不开它 今天 我就用这两样东西 叫大伙怎么轻松生活 首先在木板上 做出一定尽量的秘质小料 啥后就是咱们的白糖了 咦 咱们的小跟班呢 瞧瞧 瞧瞧 这货只要看见我生活 就离得我老远了 因为上次给他把毛给了了 现在把白糖 倒到高木酸甲上面 用随手捡来的树枝 给他这么一扒了 树叶放到旁边准备好 啥后就得这么摸 我去 不对 这次不算 再来 高木酸甲 白糖 这次量大一点 两只手一起来 我还就不信了 今天多少有点不给面子呀 后来直接用砍刀 在木板上挖了一个小洞 然后继续摩擦了起来 再后来 那是真生气了 直接用上了大砍刀 现在你们是不是认为 这次的野鹿的生活翻车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回来后继续 木板上面倒入高木酸甲跟白糖 然后双手开钩 用木棍就是一顿搓 嘿嘿嘿 我靠 虫了 哈哈 怎么样兄弟们 是不是起火了 我就说我的这个野鹿的生活方法就是行 然后撒上干草 这小火 不就糊糊的着了吗 利用生抽的火苗 点燃空火 把河里抓到的小鱼穿好 放火上面这么一烤 哎呦喂 即使咱们没有专业的路由设备 但是依旧阻挡不住 这个夏天 总要出去也一次的冲动呀